注意同修 注意护法 大家早上去想 阿弥陀佛 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学习 习讲 中风三十系念法事 今天要继续给大家来学习的呢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第一章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请合掌 一起来念 世界何源冲极乐 只因重苦不能轻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尘中了自心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做三十系念 迷陀经念 完结束 中风果实 头一个就为我们开始 他先告诉我们 也是来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呢 提醒我们什么呢 主要性呢 提醒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那无尽的美好 美好在哪里 它的庄严 庄严在哪里呢 所以啊 头一句就告诉我们 世界何源冲极乐 只因重苦不能轻 这个三个星期呢 已经为大家在弥陀经里面 就是释迦牟尼佛 告诉摄利佛 彼徒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国 但所主乐 故名极乐 这个啊 上个星期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了 所以 有很多人啊 曾经啊 有问过一些问题 他说法师 我们这个搜佛世界啊 如果跟极乐世界 相比的话 是怎么对比的呢 如果你这样的理解呢 那对佛法 确实真的没有理解 不要说我们搜佛世界 连死方诸佛国土 就无法相比的 何况我们这个搜佛世界呢 是没办法相比的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想要了解 更透彻来了解 比如说如果跟我们这个世界 看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这个世界的痛苦 一定要做一个对比的话 那西方级的世界 他的快乐 快乐在哪里呢 其实在这一段新闻呢 我很多次也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 介绍了 很多次 打字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再温习一下 作为一个提醒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痛苦 跟我们极乐世界的对比呢 那大概极乐世界的美好在哪里呢 其实呢 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塑经 在观五量塑火经 其实讲到很清楚了 也为我们简单的介绍 简单的介绍 那个不是讲细的介绍 简单小小的介绍而已 极乐世界能够看得出来的快乐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苦 而且苦是五量苦 归纳起来有八万四千苦 有这么多苦 在极乐世界 这些痛苦通通都没有的 不要说 您能够受苦 连名字你都听不到 那请问哪一些痛苦呢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了 比较实在一点的 比如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担心 担心什么 如果有一天 忽然间有一天 我们的寿命到了 有死之苦 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担心 很多人 有死之苦 有死之苦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众生 他的说明都是无量说的 没有死之苦 没有死之苦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每个人居住的这个环境 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 很多事情真的我们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是没办法做得了直的 说道就道 说死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的 无论你怎么样的追求 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真的 你看过去那个秦始皇 为了长生不老 花了多少人力财力 造了多少的业 到最后 有没有研究 得不到 有没有得到 也得不到啊 我们每个人 就算我们今天得到长寿了 你看中国有一句老话 人生在世上寿不过百岁啊 到最后你还是避免不了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你多长寿都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怕这个问题的 除非我们真正学佛了 对这个世界的真相了解了 所以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会有一种担心 为什么 有生必有死嘛 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嘛 但是对一些那些有迷惑的众生 他天天害怕 天天恐惧 天天忧虑 我能不能长寿 想尽办法 怎么样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寿 但是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付出什么代价 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你要付出这个代价的 但是呢 你对一个迷惑的众生 讲这些道理 他会听进去吗 听不进去的 所以真的很苦的 真的 你看那个过去皇帝 大臣天天喊 喊什么 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没有 我们常常过去那个小的时候 看那个连续剧的 哪一朝代 无论从哪一个朝代 都是喊这个皇帝 万岁万岁万万岁 到最后 寿命最短的是谁 皇帝 到最后的 最短命的是皇帝 最长寿的都是这些大臣 天天喊他的 大家有没有尽留意 你看 哦 那个 大家都是很多天天喊 喊到最后 他福报 喊光光了 福报没有了 你看 寿命就来了 所以 你看 我们一般每一年会做生日 是不是有很多人唱一些长寿歌 对不对 主你长寿快乐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歌吗 不是生日快乐 主你长寿快乐 有没有长寿 天天做 每年做生日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寿命已经减少了一岁了 还要唱歌 所以人现在很相反的 真的很相反的 很快乐 我做生日了 其实 寿命已经减少了一岁了 还快乐 所以在历寿历代 你看那个皇帝最有长寿的是谁 乾隆可以用手指来算的 几个而已 最明显都是乾隆皇帝 乾隆你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四年的太上皇 福报很大 说明很长 那到最后 那还是避免不了 所以真的人很可怜 真的 你看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看很多一些公司 做这些营养品种种的 就是让你健康长寿的 有没有健康 有没有长寿 天天都在生病 而且真的很苦 苦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佛在世的时候 刚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 在临终的时候 佛在经上做了一个比喻 比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就好像什么 像生归脱壳 生归脱壳 活牛剥皮 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 他苦苦到什么程度 痛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一只生归 火生生的把他的壳 把他剥皮 把他脱 把他脱脱脱脱脱掉 一只火生生的牛 火生生的 把那个皮剥皮 你说苦不苦呢 很苦的呀 确实真的 他为什么这么苦呢 执着放不下 执着这个身体 执着这个生命 所以他放不下 放不下就是他的苦 那个苦是没办法 这个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比喻的告诉我们 真的 人是很可怜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当中一定要常常把这个身体当做什么 不要太过于执着这个身体 因为过于执着这个身体将来会带来很痛苦 而这个痛苦几乎都是往三恶道去的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 我们说佛世界跟西方极的世界的相比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慈悲到几点 因为看到这个众生的这样的痛苦 所以告诉我们 发大使愿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只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一切众生都是无量所了 这个是第一个 那我们看第二个简单给大家介绍 做一个温馨一下 做一个温馨 我们在这边 很多人居住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不想生病 哪个人想生病的 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想想生病的 请跟我说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人想要生病的 为什么呢 生病了之后是很痛苦的 真的 特别是那些重病 很痛苦的 我们在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 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 无论小病大病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脆弱 你说哪个人不生病的 你说 没有啊 没有一个生在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的身体都是什么 每个人都是无骨杂粮的 哪来不生病的道理 但是你在西方极的世界 一切众生只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无有病苦 不但无有病苦 而且 一切众生都是金刚不坏神的 多好 如果你脸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那真的很可惜 一个月前 有一位居士 他动手术 而且开大手术 开到什么 开心脏 他的心脏有问题 所以要动手术 他跟我分享 他说师父 那个 所述完 都是开刀之后 那个一个星期里面 那个很痛苦 师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他说真的很苦 苦不堪言 苦到什么程度呢 苦到你连一句佛号都提不出来 你说呢 你看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居住这个环境 天天往医院跑的 有多少人 几乎每个人都有 无论看西医看中医 天天都有 真的很可怜 你看那个 以前我要到新加坡 在机场 坐那个计程车 那个计程车要带我到一个居住的地方 但是我居住的这个地方呢 会经过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新加坡很有名的医院 然后呢 刚刚停在那个红绿灯了 那个人呢 进进出出的好多啊 好多人 然后那个计程车啊 就跟我分享了一些故事 他说师父 他说法师啊 你看这个医院 最新加坡最有名的 他跟我讲 他说啊 我呢 宁愿去死 也不要生病 他说这样的 我宁愿去死 我也不想生病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的母亲 躺在床上 两年多 躺之后 动不动 都不能动的 一动起来 想要坐下来 都很痛苦的 两年之后 他就走了 他看到他母亲这样 宁愿去死 也不要生病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现在看医生吃药很贵啊 这种法师啊 真的很贵啊 你看我们辛辛苦苦 每天赚钱 拼命的赚钱 到最后谁享受 都是医院在享受的 没想到啊 一般平常我们都在为大家开示 奖金 没想到我在计程车 这个计程车的司机为我开示 一开 一幕 为我奖金开了一幕 开示 说实在的 很可惜 如果今天他认识了佛法 或者认识了净土 我相信他会很用功念佛的 因为他领悟到这个道理了 很苦 这个是简单做一个比喻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下面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 八苦交间 生老病死爱别离 求不得 验真会 五圣之音 五圆之圣 这个叫八苦 五圆之圣 如果用现代一句话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用词 五圆之圣是什么呢 就是寂寞 寂寞也是很苦 真的 平常都是两个人生活 突然间一个不在了 你说你会不会寂寞 真的很寂寞 你看天天睡觉也一起睡觉 吃饭也一起吃饭 出去也一起出去 去哪里都是两个人 突然间一个不见了 你说会不会寂寞 这加上自己的儿女 又在忙工作 没有时间陪我 你说会很寂寞 寂寞也是一种苦 西方极的世界 永远不会让你寂寞的 所以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的痛苦 八苦交间 但是在极乐世界 不要说八苦交间 连明智你都听不到 这个是从世上来讲的 从世上 那我们再简单做给大家做一个比 比如说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上 我们就在这生活当中 很多事情都不能让我们顺心 不能称心如意的 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多让我们很讨厌 有时候让我们活得很不耐烦 让我们活得很痛苦 有没有 有啊 我相信很多 如果没有的话 我相信我们举目望去 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 能够称心如意的 真的也不多 随着自己的心意 随着自己的希望 真的很不多 所以古人才告诉我们 人不如意识的事 常有八九 而在极乐世界 每一件事情 情况截然不同了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都是诸善善人 即位一处 哪一些人 跟我们在一起的 哪一个人能够 让我们起烦恼的 没有 观神菩萨 大师之菩萨 阿弥陀佛 死方一起诸佛如来 天天都是跟我们在一起 聚会一处的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 能让我们生烦恼 能够让我们讨厌的 没有任何人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件事 而且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随着你有烦恼 你这个烦恼起不了作用 什么原因呢 没有任何能够让你烦恼的 你看这个真的多好 而且每一件事情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在极乐世界都是 皆想事成 比如 你想吃饭 事一得一 事实得食 你也不用煮 也不用准备 也不用洗碗 什么都不用 以后动一个念头 就在你的眼前 吃完了 就不见了 多好 如果我们大家想到这一点的话 真的 真的多美好 不用煮 也不用准备 也不用买餐 到一个念头 我要吃汉堡 汉堡就出来了 我想吃炒饭 炒饭就出来了 对不对 有些人说 我想吃臭豆腐 而臭豆腐没有 这个在这些西方节目之间 就是有这样的好的环境 你看多美好 也不用煮 也不用准备 买了一大堆 还是要冰箱 还要冷冻 还要跑出去 你看现在疫情 你想要出去买东西 又危险 你看 西方节的世界没必要 只是你动一个念头 我喜欢吃什么 苹果就来了 只要你喜欢的 我要吃 比如说 很多很多一些我们澳洲 就是很多出名的水果 都有个念头 就出现了 失忆得一 失死得死 多美好 真的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在极乐世界 我想要做什么 每一件事情 我不是随心所欲的 动一个念头 想要到四方世界 你想要去参观旅游 看看那边的环境 看看那边的人事物 看看那边的生活 种种种的 去玩 看风景 种种的 都是什么 应念极致的 连飞机票也不用买 连饭店也不用订 多自在 都是自在如意的 如果你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种美好 那种的庄严 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你的亏 是不是很大 真的很大 这个不是消极的 佛为什么在这个经上里面 简单为我们 说明这个是小小的简单的 他还没全部为我们说明的 因为全部都是圆满的 你再看我们下面的 在极乐世界 每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都能够做得了主 每一件事情 能主宰 而且能够得大自在 都是随心所欲的 比如说 你喜欢你的房子大 但房子就随着你的心意 那就变大了 你喜欢房子小 他就随着你的心意 房子就变小 你喜欢房子在空中 你看这个房子就随着自己的心意飘在空中 自在如意决定不妨碍别人 这多好 你想一想在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在想 我每天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多好 你看现在雪梨 你要想买一栋房子 你有没有钱 真的好贵 你看我们道场学会 那一条区 那个那一带 小小的房子 小小的 那个要卖出去要多少钱 上百万的 至少150万 听说有200万也有 小小的房子 贵得不得了 如果把那些钱搬到印尼去 可以买一座山 我那个小小的房子 小小的一块地 我在印尼可以买一座山 200万了 那还不可思议的 那个雪梨的人福报太大了 真的福报太大了 小小的房子就上百万了 你看现在的人 真的好辛苦 拼命的赚钱 能不能赚到这么多的钱 拼的赚钱 你一生能够拥有200万 已经阿弥陀佛了 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雪梨这一带 我们澳洲的人 那个真的 福报太大了 好像天堂一样 人在活在这个世上 真的区别太大 你看 我有时候 有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人其实说 师父 我拿500块 你帮我去给那些老人 或者一些孤儿院 那个500块在雪梨买东西 你猜猜 买一点点 就已经几百块了 但是如果500块 拿到那边去 哇 那个好多东西可以买 区别这么大 你看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搜索世界的区别 那不仅仅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下面 你想见哪一尊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见哪一尊佛 这一尊佛就现前在你的面前 你想见哪一尊佛 你想见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就现前在你的面前 你想看药师佛 药师佛就在你的面前 你在这个搜索世界行吗 做不到啊 不要说看释迦牟尼佛 看药师佛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你们看过几次 有没有 请跟我讲 有啊 师父 我天天看到 看什么 看府相 这个我可以有能力看看 我们那个佛舟有佛像 我天天看到的 天天看 有没有看到真相 没有啊 没有这个能力啊 特别你看我们在这个环境 你想要看下一尊佛 米勒菩萨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还这么长的时间 在西方极的世界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去看米勒菩萨 而且米勒菩萨天天来到西方极的世界教学 米勒菩萨天天到西方极的世界教学 天天能够看得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环境 你想要看他五十七亿七六百万年 你要等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就是西方极的世界 而告诉我们 佛佛世界 诸佛在他的世界讲经说法的时候 虽然我们本身还在西方极的世界 我们本身没有动的 他们就在好像在你的面前一样 那个道场 就像什么 你到他的道场去了 在你的面前 好像一片镜子一样 很清楚的 你想要听什么经 你都能够听得到 你想要看哪一尊佛在讲哪一部经 你都能够听得到 清清楚楚的 而且你的本身还在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就是西方极的世界的 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所以西方极的世界 没有远近 也没有前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了 三次诸佛 我都在你的面前 这个就是什么 不可思议的境界 在十方诸佛国土 确实真的没有像这样的树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 每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真的做不了主 这个就是佛在五量寿经 观五量寿佛经 为我们举几个例子 为我们介绍 极乐世界之乐 而且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这个心中的法使 就是说我们在西方极的世界 每一天在这个环境生活里面 他那种的法使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我们现前能想象的 得到的 是没办法想象的 那种快乐 这个是简单做一个比较给大家说明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 叫做什么 叫做极乐 叫做极乐 所以中文国师告诉我们 重苦不能勤 大家 听过这样的简单的介绍 你们有没有感触到 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多好 真的 所以整个三十虚念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整个三十虚念 中风果实到最后 都劝导我们要细念 细念这两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细念最重要是指什么 牵挂 牵挂阿弥陀佛 那我们为什么要牵挂阿弥陀佛呢 靠谱啊 靠得住啊 有安全感啊 这个简单来讲的 才是真正的靠谱啊 我们这个世间靠不靠不住的 而且我们这个世间也不安全感 生死无常随时都会来临的 灾难天灾人火随时都会来临的 你看几年前我们大家都没办法意料 突然间来了一个疫情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以后结束了 会不会来了其他的这个天灾人火 有可能哦 真的靠不住的 连我们自己这个人生 连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连我们自己的生命 都是靠不住的 何况身外之物呢 真的耶 所以过去呢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简单分享 我以前小的时候呢 我们的邻居啊 有一位叫姓梁 梁叔叔 他往生了 梁叔叔呢 娶了三个太太 是我们的邻居 娶了三个太太 哎人类有这样的奇怪 娶了三个太太哦 但是他们两个和睦 然后呢 他往生了呢 很多一些朋友啊 像那些夫人啊 像我妈妈都在隔壁啊 帮忙啊 聊天啊 讲这些话 他们其中有一个啊 包括也是我母亲 也讲过这个道理 他说啊 他说人哦 他说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一个东西啊 能够让我们安全感 而且是永恒的话 没有死 没有病 没有老呢 那这个世界一定很美的 只是很可惜 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乡下 他没有拜佛的 都是拜神教的 如果那一个时候 如果他们能够认识佛教 特别是认识净土法门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我相信 像我母亲有这样的领悟 我相信她念佛一年 一定往生西方籍的世界的 因为她领悟到这个道理啊 在这个世界有一样东西能够永恒 安全感 靠谱的 这个世界一定很美 很美的 那今天我们遇到了 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好的殊胜 无比的殊胜 很多人不懂得珍惜 真的很可惜 你听到了容易得到的东西 不懂得珍惜 有一些人想要得到 没有这个福报得到 但是你今天这么容易得到了 不懂得好好用功珍惜 那真的很可怜 这个就是中风果施 在前面的这一段告诉我们 世界何远称极乐 众苦不能轻 简单为大家介绍 好 我们看下面的这两句 下面这两句 这个下面这两句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要留意来学习的 下面这两句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比较实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当我们遇到 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无论处事待人觉悟 我们要应该什么样来应付呢 怎么样来解决呢 你看下面的中风果施告诉我们 道人若要玄归路 但向城中了自心 道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发心要修行的 我这一生腰而发愿来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出三界 而且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这一生成佛 就是指这些人 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 那既然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今天念佛 那如果今天若要寻归路 那怎么选呢 归路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 就是回归自信之路 我们今天学佛 无论你学哪一个法文 听哪一步经 修哪一步经 最主要到最后都是回归自信的 回归自信最简单来讲 就是要回复你的清静心 那人一清静啊 那用简单来讲 就是寻找没有烦恼之路 就是寻找没有痛苦的人生 解脱之路 就是通往幸福美满人生之路 在这一段呢 我在星期三跟大家讲这个认识佛教 其实讲了很多了 只要我们对佛法的教育有正确的认知 确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快乐的 但是很多人不听话 真的很多都不听话的 明明已经讲得很清楚啊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能够得到 在这一生当中过得人生美满的快乐的人生 但是很多人都不听话 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想法 随着自己的做法 看法 往往都在做错的 他自己不知道 最简单的例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像我有认识一对夫妻 解分解了四五年了 又生了一个孩子 小小的事情 两个人吵架 三天 三个星期不讲话 你们做夫妻也没有这样 我讨厌起来 吵架的时候 三个星期不讲话 都不看你的 哎呀 活得这么辛苦 爱死爱活的 一到四经 你看 都不讲话 他们两个人 三个星期不讲话 睡觉 又分房 有一天 他先生要出差 要出国 要告诉他的太太 用写字 我明天要出差 请你帮忙 三点半 早上帮我叫过来 怕睡过头 他太太写了一封信 好 我明天叫你起来 早上好了 结果呢 他太太 早上起来 三点 写了一封信 三点半了 赶快起来 放了这个纸 放在哪里 放在桌子上 你看 这个苦都不 很痛苦 你看 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三点半了 他太太写了一封信 然后放在他的桌子上 三点半了 赶快起床 没想到 他的相声又睡过头了 起来 就在吵架了 真的啊 人啊 愚痴啊 其实啊 每一个人能够退一步 真的海阔天空 很多事情 不要逼得太紧 逼得太紧 没有一个好的 互相能够退一步 海阔天空 真的 人生这么短处 干嘛给自己活得这么辛苦呢 没必要的 不要 随缘 这个随缘不能乱随缘 不能乱随缘 我讲随缘的意思就是有随缘妙用 不能乱随缘 这个不能乱随缘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吗 能啊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能够做得到 有佛法就有办法吗 而且这个方法中逢果实教导我们 怎么走 怎么走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首先要做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啊 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对我们的眼前的生活有什么好处 而且佛要怎么学 一般我们呢 常看到的很多人来学佛 到一个道场 烧香 拜佛 礼拜 这个叫做学佛吗 或者看着一个人的敲墓仪 看着一个人拿着念珠 在里面这一道佛 这个叫做学佛吗 这个叫学佛 天天拜佛 看到佛像 天天拜 天天拜 不知道拜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在拜佛都不知道拜什么 你把那个佛像当作偶像 偶像来看 当作让神明来看待 天天拜佛 这个叫做学佛吗 好像对我们现实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帮助 甚至于我们的榜样 有时候让大家对这个佛教有严重的误会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实际上今天我们学佛就是佛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什么 要走觉悟之路 为什么要走觉悟之路 众生今天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对这个世间的很多事实的真相都没有觉悟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在觉悟 对于这个一切的万法 这个世间的人生的事实的真相 我们很多都不觉悟 都是在迷惑当中产生了对事人物 有很多的执着 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今天我们的烦恼都是从哪里来的 很多我们的痛苦 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最苦的就是三恶道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你的迷惑而产生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在日常生活 我们心中产生的困惑 就是这个原因 导致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导致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想法 导致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感受 在顺境当中起了欢喜 但是又怕失去 在历经当中又感觉又厌恶 这个就是我们迷惑 产生而种种苦的现象 这个都是我们的现实 而且这些痛苦都是我们从哪里 从我们的迷惑而来的 如果今天我们觉悟这个现象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目的就是什么 都是用佛法来教诲 来化解这些烦恼 用什么方法呢 做觉悟之路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佛法所说的方法很多 但是没有别的全部都是在教我们什么 来化除我们的烦恼 如果烦恼没有了自自然然 人就不会活得这么痛苦了 所以今天那位苦虫 是从自己来的 任何一个人是没办法让我们痛苦的 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让我们活得很痛苦的 都是自给予之感召来的 这种恐怖 今天有人骂你 但是你觉悟 你会生气吗 不会 今天有人嫉妒你 让你活得很辛苦 你会不会辛苦 不会的 今天有人来批评你 侮辱你 伤害你 毁谤你 你会不会一直给影响 来让你活得很痛苦 不会的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因为学佛 首先叫我们学悟 你学悟了 你不会被这些的人事物的种种的被迷惑了 被影响 被困扰 不会的 不会被这些境界而来所转移的生活 而且你能够从这个境界当中来转介你的生活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所以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要学得怎么样 学得怎么样来转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来了 怎么样把它转 转成什么 转为自己的功德 这个就是学佛 不要把外面的境界转成自己什么 自己的障碍 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烦恼 那不是学佛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学佛不能得力的原因 就是这个 学佛之人 真正学佛的人 天天看到境界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如如不动的 都是天天在转这个境界 所以你想一想 我们在西方极的世界多好 真的多好 也不用麻烦 为了这样的事情天天去转 因为你在西方极的世界 你那个烦恼起不了作用 你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事情 你天天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下面你就看你就知道了 下面我们看到中风果实教我们 应该如何去学习 化除我们的烦恼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且最后下面这两句 这两句是一个关键 是一个重要 怎么说呢 但向沉重了自信 你看那个中风果实讲得非常好 下面这两句非常讲得非常好 但向 但向这两个字是说明什么呢 中风果实要我们这一个方面 去用功 去学习 怎么用功怎么学习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沉重了自信 怎么了呢 这一句话中风果实说的 这个地方说的比较高深的一些 真的 中风果实从这个角度 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 什么境界呢 为什么呢 中风禅师没有教我们 信愿念佛了自信 你有没有去留意一下 中风果实没有讲 没有说信愿念佛了自信 而说但向沉重了自信 这一句话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了 所以很多人对这一句话 有人会说 很多人会说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 念佛不是以信念为先吗 以持名为主吗 不是这样吗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我们不是以念佛为先吗 以持名为主吗 当然了 当然了 当然是要这样的 但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那个信愿持名 你要在哪里培养啊 你今天所讲的 我们要深信净土 我们要发愿念佛求生西方解释的实现 你那个信愿要在哪里培养的呢 那怎么培养 中风果是叫我们啊 在日常生活中 你要培养啊 持名的行举 要如何 跟我们在生活能够融合而一呢 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对不对 是我们更需要来学习的 那怎么学习呢 怎么样培养呢 心愿是怎么样的培养 然后我们持名这句名后 要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融合而一 所以佛法 是在哪里培养的 怎么学习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中风果是讲的这句话非常的好 有时候看到中风果是在三十七年 每次做三十七年 不知不觉在他的开示当中啊 有一点点的领悟 领悟什么呢 领悟啊 佛法 都是在生活里面去培养的 去领悟的 不是在那个念佛堂 我们今天念佛只是一种帮助 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在道场 大家聚会一处来念佛 希望我们能够 精进不要懒散 不要懈怠 但是其实呢 佛法 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念佛 每一天都在生活里面去考验的 你能够靠得 有没有及格 或者不及格 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慢慢去体验 去磨炼 磨炼什么 去磨炼你那个心 你那个佛心 这个佛心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你的成就是怎么样磨炼出来的 今天念佛能不能得清清心 怎么磨炼出来的 你又在这个生活里面去磨炼 看到你的先生 看到他的缺点 你所看的是缺点还是优点 看到一个人是讨厌的 你所看的讨厌还是欢喜的 全部都是在你这个生活里面去考验 你怎么样把这句阿弥陀佛 所学的佛法 所听的经典 你能够在这个生活里面是融合而已 那你念佛让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从经典开始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 是你的阿弥陀佛名号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第一个出来是什么 是你的忍耐 是你的忍辱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 中风果实 在这一段里面 要我们在尘中了自信 那这个尘中要怎么去聊呢 怎么样来回复你的清静心呢 那我们下个星期啊 再为大家来说明 今天啊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祝大家老实天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礼拜天 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